250 香港相報 林鄭緬考生樂觀面對放榜 2015年7月12日香港新聞A02香港相報信 實習記者王家豪報導 香港中學文憑考時本月15日放榜 作伍友團體舉辦打氣活動 更要得政務司司長林鄭月娥擔任嘉賓 活動期間林鄭呼籲應介考生 無論放榜成績如何 都應以樂觀態度和積極心情面對 另外 魏晉文憑課程之信日日於同日舉行 據悉 今年共有7所大專院校 提高超過4000個學額 截至昨日已有3000多人於網上報名 林鄭月娥昨日出席永不放棄同學會 於2015 DSE 放榜打氣大會活動 她對自己可親身為應介考生打氣感高興 並呼籲她們無論介事成績如何 都應以樂觀態度和積極心情面對 林鄭月娥強調 特區政府多年來軍相當重視陪育青少年的工作 特首兩陣英在2014年的施政報告 亦已公布一系列培育青少年措施 這些措施軍政在陸續推行 以有如3000人網上報讀魏晉營外 林鄭月娥應介考生和家長代表進行對談 期間分享年輕時讀大學和分後照顧下一代的經驗 又提醒考生在進行大學選科時 應按自己興趣認真思考 不要被其他因素影響 才會更有滿足感 並寄予她們緊的有夢想 有鬥志 一定會成功 林鄭月娥開會場前 更與考生一起大合照和互相擊掌 親民作風三受歡迎 魏晉文憑課程資訊日日於同日舉行 參加者隨可作咖啡拉花和運動等課程體驗外 亦可聽取院校和畢業生分享講座 魏晉文憑課程管理委員會主席梁任成表示 今年共有7所大專院校 提高超過4000個魏晉文憑課程學額 當中去年教授歡迎的課程為設計 酒店旅遊和紀律部隊 梁逸子 截至昨日已有3000多人於網上報名 人數如去年同期相約 網上報名將於本月16日下午4時截止 17日則會公布取錄名單 請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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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請問